好,各位企业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7月28号进行的微服防开杯第一轮的比赛 由黑方丁浩对战白方唐伟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走了一个对角,然后不停的在挂角,一看就不是一个常规的布局 白棋往这儿一夹,然后黑棋上方飞压,显然双方在这儿都有一些套路 黑棋左下脚小肩,白棋往这儿拆二,黑棋飞压 那左下这个地方一般来说按照定式的走法,白棋是应该跳一手 但是如果说现在选择跳一手的话,黑棋往右下继续飞压 白棋下方这个棋形就被压扁了 这个空围的全在三路,显然是不太满意的 所以说白棋先在右侧肩顶,走了一个定式 黑棋往这儿立二拆三,然后白棋拖先在上方继续拆二 对黑棋左上这三颗子进行施压 但是白棋虽然说左侧是两个拆二 这个棋形还是有一定缺陷 以后黑棋如果说不考虑二路点的手段的话 就往这儿靠压完之后,再一连班,可以先手加厚 实战黑棋是在下方补雷手,走的是二路飞 这个棋形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往三路飞手 大吃白棋 但是这样下脚上味道有些不太好 白棋比如说从三三靠完之后再一反班 还是有一些做活手段 所以说黑棋往二路飞,吃得更加安稳 白棋上方继续飞刺一手,冲击黑棋的保卫 这个棋当然黑棋想出头也很简单 就往这儿压完之后再压白棋搬住,黑棋反搬 但这样下只是黑棋在单纯逃跑 而且压四路,可能不太肯 所以说实战黑棋以攻为首,往左侧碰了一手 问一下白棋怎么应对 如果说白棋要是在局部用墙往这儿一搬的话 黑棋刚好反搬,腾罗 白棋往这儿一贴,黑棋搬完之后 白棋打吃,补齐 黑棋站上也是个先手,瞄着三路的一个断打 所以说白棋要单提一手 黑棋再往上一压 这个定型就跟刚才有很大差别了 黑棋多了中央这四颗子 等一会儿就可以跟上方呼应起来 形成一个后势 那中央还是有些潜力的 实战白棋单退,黑棋还是要往这儿一碰 因为白棋的这个棋型始终有问题 如果说白棋要是想二路一搬连回的话 恐怕也不行 被黑棋往这儿一尝 白棋上方还要继续联络 然后黑棋搬下来再一沾 白棋虎,黑棋搬完之后再一贴 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 不过这个转换的好坏也说不清楚 因为白棋左侧三颗子 二路的这手夹是一个先手 下方这手二路飞也是个先手 还是比较容易做活的 但是黑棋上方三颗子 基本上已经失去活力了 所以说这个转换反而黑棋可能不占便宜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选择上班 然后黑棋往这儿咔嚓一段 黑棋当然也有其他走法 比方说往这儿一顶 白棋一段 然后黑棋从二路扳回 但这个棋肯定不是黑棋 走这手碰的本意 因为被白棋往这儿一沾 黑棋连回 白棋顺势二路小肥搜刮破眼 黑棋一路单关连回 这个效率也太低了 而且白棋外侧再补一手 就非常厚 所以说黑棋还是选择往这儿一段 白棋打吃 黑棋单长 黑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肯定不可能考虑二路连回 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再往脚上一飞 白棋挡住 黑棋还要后手捕活 白棋再往二路一夹 就算黑棋把这颗棋筋 拉出来战斗 白棋往上方一贴 黑棋上面有各种断点 这个棋肯定不行 太痛苦了 如果说黑棋要是往这儿顶打一手 那白棋一提 黑棋一沾 白棋二路立 阻度 黑棋这四颗子还是非常笨重的 然后上方三颗子也需要安定 这样下黑棋也不行 很容易被白棋缠绕攻击 而且白棋连脚带边全部围住 左侧二路扳还可以连回 黑棋也接近崩溃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选择跑出 然后白棋往这儿一站 黑棋一顶 白棋先手一打 再往这儿翻打破眼 那黑棋也只能提掉 白棋选择继续一打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要是单长的话 会给黑棋出头造成一些威胁 因为现在这个出头的空间特别狭闪 但是这样下对自身来说也有一定坏处 黑棋一旦飞出 白棋左边三颗子逃跑 黑棋上方冲完之后再一沾 虽然说黑棋自身是一个大鱼型 但是白棋也多了不少断点 这样下可能白棋也不太满意 所以说干脆打吃 但是打吃也有个问题 就是黑棋以后这个拐打 白棋提的时候 黑棋往这儿一跳 自身这个包围圈就会显得非常完整 好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先往这儿点刺 从这一手棋开始 丁浩也开始发力了 白棋冲 然后黑棋再往这儿拐打 白棋如果粘上 肯定外侧更厚一些 但是以后黑棋 这三颗子一粘 还是一个先手 白棋上方还有断点 所以说白棋干脆一提 凌空一提 从视觉效果来看也非常的震撼 而且白棋现在编的铁后 黑棋 往这儿一长 白棋跟着一贴 黑棋再一扳 白棋反扳 黑棋再一长 白棋跟着贴 如果说黑棋要是单长的话 肯定自身更厚一些 但是这样下显得有些松 白棋往外冲 白棋这个气也长出来了 黑棋一扳白棋往下一跳 黑棋脚上还要继续补齐 所以说黑棋选择非常紧凑的扳住 但是这样下 把双方都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因为黑棋自身这个气也很紧 白棋反扳 然后黑棋站上 这个棋如果说黑棋要是直接往这儿咔嚓一段的话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转换了 白棋往这儿一瞻 黑棋外侧补齐 白棋打完之后这儿一瞻 当然黑棋左侧还要再补一手 白棋以后左下脚还有一些搜刮 如果说黑棋要是单长的话 那白棋下方一冲 然后脚上先手一飞 再往这儿一段 黑棋连回 白棋沾 这个是白棋的一个满意图 因为黑棋脚上还要继续补 不补的话 白棋往这儿一长 上方还有一手挤 黑棋再沾 白棋脚上一飞 还有棋 所以说黑棋往这儿一扳 补齐的时候白棋往外一贴 通过一个弃子 刚好帮助自己突围 这样下白棋可以不错 实战黑棋往招一沾 然后白棋先手一虎 想要同时补两个断点 如果说这个时候 白棋要是下的强硬一些 往招一冲的话 反而不太好 黑棋就顺势往外一冲 再一尝 白棋要路飞 黑棋 只要抢到一个先手 能拐下来 那白棋下方这一串 会活得特别辛苦 而且白棋左侧 也属于苦活 黑棋外面铁后 所以说白棋先往这儿一虎 不断再往这儿一瞻 黑棋一扳 白棋下方一跳 接下来 黑棋选择飞锋 这个棋如果说 单长一手 肯定更加厚实 但是这样下 就封不住白棋了 白棋往左侧 先手一双 黑棋挡住 白棋下方一拐 马上二路有一个打拔 所以说黑棋站上 白棋就可以拆出来 这样的话 黑棋肯定是 攻击不到白棋 只能在外侧唯控 实战黑棋 还是要一门心思 杀龙 就往这儿一飞 然后白棋 左侧二路飞 这个地方是想扩大眼威 而且是一个先手 当然 这样下 白棋二路 还是有一个冲断 这手飞 还是防不住 要是想防住 这个二路冲断的话 白棋还是应该 往这儿小尖一手 不过这样下的话 眼位就要小很多 而且黑棋脚上 围得更大 所以说白棋 先往这儿一飞 黑棋挡住 白棋冲完之后 再一拐 其实现在黑棋 已经通过攻击得力了 就简简单单 把这个二路紫粘住 就非常不错 白棋只能非常憋屈地 从二路拖回 黑棋肯定满意 往这儿一粘 先手 白棋二路粘 黑棋搬完之后 顺势把这个口子补牢 黑棋外侧全是潜力 足以弥补 左上角的损失 实战 黑棋还是不依不饶 往这儿一碰 这手棋 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想要先手足度 连给白棋二路拖回的机会 都不给 白棋如果说 现在要是在二路打拔 那黑棋就转换 往脚上一扳 白棋二路立 然后黑棋直接拖先 往右上角 小飞手脚 黑棋右边整个模样 可以说气势恢弘 实战白棋还是选择挺投 这手棋非常大 不仅关系到这个模样 而且关系到局部后保 连以后右侧的打入 都会变得有可能性 那白棋往这儿一尝 黑棋肯定二路沾 破眼 白棋二路拖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最容易看出来的 活棋方法 就是先往左侧 二路猴一个 因为这手猴 马上二路就有一个搬过 所以说黑棋挡住 足度 白棋再往二路拖 虽然说活得比较辛苦 但是也没办法 只能往这儿一打 然后一路搬足度 黑棋一搬 白棋往这儿打吃 黑棋一路跳破眼 白棋左边 已经做出来一只眼的情况下 再往下方一夹 打吃 坐眼 只能两眼苦活 实战白棋是往二路 先拖了一手 然后黑棋反搬 白棋是直接往左侧一起 这一手棋一走 可以说白棋大龙 就没有办法进活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方 这个定型 还有没有其他手段 比方说往这儿一段 黑棋一打吃 白棋反打完之后 往这儿一冲 虽然说局部 也可以做出来一只眼 但是这样下肯定不满意 让黑棋外侧走得铁厚 所以说 这种段肯定是要排除 白棋如果说往这儿夹一手 那黑棋就往这儿一沾 白棋一冲 虽然说可以把黑棋分段 但是自身大龙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活棋 白棋 想在外侧作战 还是会变得速手速脚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 白棋最好还是 现在二路侯 实战往这儿一夹 黑棋往二路一夹 颇眼 白棋一沾 黑棋度过 白棋打吃 黑棋沾上 白棋再往下方一夹 黑棋一冲 白棋打完之后 上方点刺 这个时候 白棋也是忍受不了了 不能老是让黑棋 欺负 这个时候 一定要抓住机会反击 因为黑棋外侧也很薄 虽然说 我们刚才讲 这个白棋大龙 没有办法近活 我们来摆一下这个变化 假如说 黑棋跟着靠压一手 再一尝 白棋往这儿一虎 黑棋不断 白棋往下作眼 黑棋上方一拐 白棋左侧一路打 再一虎 如果说 黑棋要是现在动手的话 往这儿一冲 二路一扳 白棋一瞻 黑棋一路扳破眼 但是黑棋下方 现在也没有联络 白棋现在动手 往这儿一冲 再一跳刺 黑棋冲完之后 往这儿一打吃 白棋一瞻 黑棋还要不断 白棋就现在开截 因为 黑棋下方走的时候 白棋也有本身截 这样下黑棋自身也很凶险 所以说 现在直接开截 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接下来就看黑棋 外侧到底如何定型 当然现在这个局势 还是白棋难下 因为这个大龙始终是个负担 好 那棋友们 我们稍事休息 下一节视频 继续给大家 带来后续的解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节视频再见 拜拜 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今天7月28号 进行的 微服防开杯 第一轮的比赛 由黑方丁浩 对战白方唐伟欣 上一节视频我们说到 丁浩在布局阶段 从左边的一手碰开始 就痛下杀手 不想给白棋大龙 任何活路 但是唐伟欣也不甘心 在原地做活 还要想着反攻 所以说白棋往中央 点刺一手 瞄着黑棋自身的断点 这个时候 黑棋最为稳妥的方法 就是在下方回手不断 实战黑棋往右边 来了一路 往这一飞 白棋中央再一飞 这手飞是瞄着下方的断点 如果说白棋 直接从左侧尖断的话 黑棋大吃 再一虎先手 白棋一跳 黑棋往这 小肩不断 白棋一路打 黑棋站上 白棋再一搬 黑棋一长 由于白棋中央这一块 自身也很薄 所以说完全封锁不了黑棋 那左侧大龙就非常危险 所以说白棋先往这一飞 黑棋不断 白棋下方一断 黑棋拐持 白棋往这一挤 这一手挤 是想紧住黑棋下方的气 而且下方还有一个断点 但是自身也很薄 这个时候 黑棋要注意 虽然说黑棋 占据着这个战斗绝对的主动权 但是也不能下得过于刚猛 如果说黑棋要是往这靠一手 想把白棋直接封住的话 就有些过分了 白棋往这反打一手 再往上方先手一打 下方断打完之后一尝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无法突围 只能寻求二路斑 想要扩大眼位 但是局部就形成了一个打结火 显然黑棋不行 所以说黑棋先把左侧这块棋出头 往这一虎 白棋下方一断 黑棋一提 白棋再一尝 跟刚才的区别就在于 白棋中央这块棋 现在气依然很紧 黑棋这一手长随时是个先手 白棋不断 黑棋可以从这儿靠出 因为白棋冲黑棋一断 直接可以扭阳头 当然实战黑棋选择单靠一手 也差不多 白棋往这儿一打 黑棋一沾 白棋左边贴回 保证自己的联络 黑棋往上先手一长 白棋一沾 瞄着左侧的道铺 黑棋打完之后一沾 白棋往这儿一打 下一手棋 黑棋一定要注意 不能单沾 不然的话要出事了 白棋往这儿一贴 黑棋一长 白棋这手靠压 是先手 黑棋下方还要继续补棋 不然的话 白棋这儿还有一冲 当黑棋贴住的时候 白棋往左侧先手一团 再往这儿跳夹 黑棋左侧大龙 要被全部封锁 所以说黑棋往这儿小肩出头 白棋靠住 然后黑棋再往这儿一挖 黑棋下的也是非常狠 黑棋普通走法就是往外出头 不过这样下的话 首先白棋这手提是一个先手 中央已经走后了 然后白棋抢到一个先手 可以往左侧二路利捕活 所以说实战 黑棋还要对白棋中央这块棋 造成冲击 先往这儿一挖 不过局部会形成一个结针 当然黑棋在开结之前 已经计算清楚 结财肯定处于上风 黑棋往这儿一长 如果说白棋直接断打开结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财情况 白棋往左下一扑 黑棋一提 白棋在一提 黑棋左侧一冲 黑棋本身结很多 白棋下方一冲 黑棋一路打持 白棋沾上 黑棋往这儿一断 中央还有一个结针 左侧白棋还要继续连回 这样下白棋也不行 所以说实战 白棋先选择突围 保证中央这块棋的安全 然后黑棋提结 白棋再往上一双不断 如果说白棋还要跑出下方两颗子的话 就很勉强了 因为黑棋往这儿一拐 白棋提结 黑棋下方打持也是一个本身结 再提过来 白棋下方一长 黑棋沾 白棋提结 黑棋下方一打 还要继续破眼 如果说白棋直接沾上中央的结的话 那左侧大龙要全部阵亡 显然不行 所以说白棋先往这儿不断 黑棋下方闷住 吃住两颗子 然后白棋继续提 黑棋左边二路立 这个棋 黑棋最凶的走法 是直接不断沾上 白棋长 黑棋再往中央一贴 还要瞄着白棋中央这块棋 因为周围全是黑棋的子 白棋如果搬出的话 黑棋直接往这儿一段 白棋很难突围 然后黑棋再提结 白棋应该已经要崩溃了 实战黑棋是往二路立 白棋挡住 黑棋提结 白棋左下一扑 再提过来 黑棋下方打持再提 白棋一扑提结 黑棋左边一冲 再提过去 白棋往这儿 先手一团提结 黑棋左边二路立 这手棋也是个戒材 因为如果白棋选择消结 黑棋上方全部连回的话 这个木树白棋损失 也是特别惨重 所以说白棋二路立 阻度 黑棋提结 这个时候 白棋盘面 已经没有特别合适的戒材了 所以说只能选择贴上去 黑棋往这儿一沾 白棋连回 黑棋再往上一尝 这个时候白棋 由于自身还是很薄 还不能往这儿跳甲 如果说想要强行封锁的话 黑棋直接往上一冲 再一冲 这儿断打 中央再一断 再一尝 白棋跟着贴 因为上方有一个扭扬头 黑棋往这儿 先手一扳 再往这儿飞风 白棋又不行了 首先 自身没有任何长期的手段 跟左侧黑棋大龙对杀 肯定棋不够 而且也无法联络 所以说白棋只能选择回手不断 黑棋继续往上一跳 白棋再一冲 黑棋一路小尖 这一手棋也是个命令手 如果说白棋要是挡住的话 黑棋直接再一路点眼 白棋大龙又不活了 所以说白棋只能选择一路立 做活 黑棋上方一扳 白棋一断 黑棋一路连回 也捞回来不少牧鼠 白棋从这儿打吃 再一拐 这个地方白棋还不能省略 如果说被黑棋从这儿连回的话 白棋刚才还是一块后事 现在只是一个弯三的棋形 还要再两眼苦活 显然白棋不能接受 所以说要在这儿补一手 黑棋往上一打吃 白棋往这儿一刺 黑棋一冲 再一站 好 接下来 白棋回到右侧一点 左边复杂的战斗 算是告一段落了 现在我们来清算一下这个战斗的结果 白棋左下大龙苦活 上方 白棋一开始提掉三颗子 本身是一个后事 现在也相当于单关连回 只是吃掉两颗子而已 而且上方的潜力 也全部被黑棋打消 中央这一块 白棋始终是个负担 并不厚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足够多的眼位 所以说下到这儿 白棋这个形势 已经不太行了 实战 白棋往右侧一飞 黑棋下方打吃 白棋 只能继续补活 黑棋上方一提 白棋在一拐 黑棋在一虎 这个时候白棋也没有心情跟着硬了 因为右侧一旦被黑棋全部围上 白棋的空已经差很多了 所以说黑棋 虎的时候 白棋只能打入 黑棋再往这儿震头 这手棋的意思就是 可以让白棋在边上活棋 但是中央这一块 白棋也很危险 如果说黑棋只是往这儿靠压的话 那就进行一个简单的收官 其实这样下更为简明 白棋实控也不够 因为白棋在中央还得后手连回 实战 黑棋往这儿震头 然后白棋飞风 黑棋再往中央点刺一手 还要瞄着白棋骑形的保卫 其实黑棋走得稳妥一些 就从下方连回 保证下方这块棋的安全 白棋右侧小肩 想要切断黑棋 脚上这两颗子 其实也可以切给白棋 黑棋就往这儿小肩完之后 二路半瞻先手 白棋一连 黑棋再往上方封锁 这个棋 白棋也没有什么翻盘的点 实战 黑棋往这儿点刺 白棋穿向野 不过这手棋也正中黑棋下怀 黑棋刚好往右侧一顶 不断 白棋自身联络 还有问题 要往这儿补一手 黑棋顺势一虎 双方各吃掉一颗子 但是很明显 右侧这颗子 价值更大 所以说白棋在这儿 目数上又亏了 然后白棋往二路一搬 黑棋单瞻 已经活棋 这个看得也很清楚 如果说白棋站上的话 黑棋往这儿一顶先手 再一起 两眼活 实战 白棋往上方 点33 黑棋挡住 然后搬了之后连搬 如果说白棋选择 断吃转换的话 其实也不便宜 因为上方这条边 没有任何唯空的价值 白棋最多以后 也就是从二路搬 黑棋一长 然后从二路连回 没有几目棋 所以说白棋换了一种定式走法 先从二路一搬 然后一段 这也是一个老定式 再从这儿打吃 黑棋脚上一长 白棋往这儿一长 黑棋直接补棋 然后白棋上方二路搬 再一爬 黑棋脚上一跳 白棋一搬 上方这个地方 已经没有任何走棋的必要了 所以说黑棋直接 在右下收关 二路立 然后一路先手搬针 这个也是一个双先关子 然后黑棋在二路立下 白棋上方一夹 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力 黑棋断打 白棋上方小尖 黑棋往这儿一虎 白棋再往这儿补棋 走到这儿 其实这个棋局 已经没有什么变数了 黑棋往这儿一点 其实这手棋也是个先手 白棋还要补棋 实战白棋往下一顶 其实黑棋单体也活了 这个时候 丁浩还秀了一下手筋 往这儿一断 这一手棋的意图是 如果白棋往这儿一打持 黑棋上方还有一些组合拳 比方说往这儿冲断 在一块 白棋冲 黑棋一断 白棋上方一打 黑棋还可以继续跑出 白棋打持 黑棋沾上 白棋往这儿破眼 黑棋一提 接下来 白棋下方一沾 想要破眼 黑棋往上一冲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 白棋中央这一块 其实也没有活 白棋往这儿连回 黑棋一断 还是先手 白棋 右下 这五颗子 还要提通 然后黑棋往上一点 形成一个对杀 但是这样下 不管 谁能 杀得过谁 对于黑棋来说 都没有 都没有必要 因为黑棋是大优势的局面 这样下 反而增加了一些 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说 实战 白棋还是选择往这儿撑结 不过 黑棋也看清楚了 只要形成结真 黑棋的结财 肯定是要多于白棋的 黑棋往这儿一提 然后白棋上方打持 黑棋挡住 白棋再一提 黑棋 中央一冲 本身结 再一提 白棋 再提过去 黑棋再一提 这本身也是一个损结 然后白棋再一提 黑棋 又下一冲 走到这儿 白棋就认输了 因为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就算黑棋放弃这个结真 形成一个转换 从这儿滚打包收 然后吃住右下脚 白棋也不行 因为白棋落了一个后手 右边再被黑棋补一刀 白棋也不活了 所以说 走到这儿 唐伟星就认输了 这一盘棋可以说相当的精彩 是一盘非常激烈的屠龙局 丁浩从左侧这手碰开始 就通下杀手 之后虽然说白棋 好不容易 大龙两眼苦活 但是中央这一块始终也是个负担 而且左上方还遭受到黑棋一通搜刮 白棋目出损失惨重 再到后来 白棋想要在右侧掏空 已经是相当勉强 黑棋一直到终局 还是下得特别凶狠 包括这一手二路断 原本只要简单捕活 这局棋也就可以结束了 黑棋网站一段 最终形成一个结针 但是白棋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劫财 最终也是无力翻盘 好 那这局棋就给棋友们欣赏到这里 希望棋友们可以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